欢迎走进文言那些少 这个视频咱们来继续了解能跟一盏热茶称雄道地的词 上个视频咱们学过了许多单字词 也见识了单字词组合成的复合词 那这个视频率先要隆重推出少字组合 少自然是数量少 用到时间上那就是时间很短了 比如说少时自然就是没活 如少时一郎进去 说的就是过了一会儿一只郎静止走开 当然少还能和一些表示短时间的单字词组合 如少接就表示很短的时间 少接连内置一指出 可以意为一会儿室内丢一张纸条出来 还有少请也是一样的意思 口记中就有少请但问屏障中扶持一下 说的就是过了一会儿只听得帷幕里熊木一拍 类似的还有少刻 这里刻自然就是时刻时间了 比如少刻只见两个喽啰浮出邓龙来 这里是说一会儿两个侍从浮出邓龙来 其实呢少还能和须词阎组合 阎在这里是作语气注词 用来体现古人吟诗作文的腔调 如少阎跃出于东山之上 意思就是不一会儿月亮从东山上升起 嗯少字的组合就先说到这儿 下面摄军再给你介绍几个别的 首先是虚语 这个词我们也很熟悉 印度僧之律中记载了一些表示时间的单位 从这个列表中 你能发现虚语是指很短的时间 而鸿门印中也有 做虚语配功起如策 意思就是坐了一会儿刘邦起身上厕所 类似的还有魏己 魏己侧终于表示没多久 强调时间很快过去 如魏己福后生起 意思就是没多久 丈夫的憨声响起来了 下面来看个虚词的组合 继额 这是指不久一会儿 如2012年高考语文全国新课标卷中的 会怀之继额背习秀周 这的之代致萧碎 意思就是 秦惠对萧碎怀恨在心 不久萧碎被贬到秀周 接着咱们看两个无字的组合 无和指不久没多久 如2015年高考语文天津卷中的 无和其妻有任 意思就是不久 鲁班的妻子怀孕了 那在无和前面再加个字 居变成居无和 这个词则侧重于表示 时间没多久就过去了 如居无和扣一级 找天下秦王 这个句子是说 没过多久 被扣的进攻更加急迫 皇上召令天下起兵救援 小杰一下 以上的词语都表示时间短 大家都可以译为不久一会儿 如果参照的是比较长的时间 像是几个月一年 那几天的时间 也往往可以认为是比较短的时间了 像不日就指不到几天 如2013年高考语文天津卷中的 游魂不日底定义 游魂指当时聚首台湾的正式政权 句子的意思就是 正式政权不到几天就可以被平定了 如果把参照物再变一下 相对于一个本身就比较短的时间 比如十分钟几分钟 那要比它更短的话 就是瞬间了 能够表示瞬间的词 比较常见的是煞 咱们现在也会用到煞时 如昨夜一煞雨 天一苏万物 说的就是 昨天夜里 不听到瞬间的雨声 上天要唤醒沉睡中的万物 当然还有刹那 佛教经典仁王经中提到 一坛指六十刹那 一刹那九百生命 这是说明 刹那本身表示的 就是非常短的时间 如欢容刹那簇 说的就是 欢乐荣耀的时光 一瞬间就过去了 嗯到这里 表示短时间的词 少君就全部讲完了 下面还是复习一下 首先咱们介绍了 少字组合 少能和许多表示短时间的词结合 比如说少时啊 少肩啊 少请啊 还有少刻 这几个都很好理解 少还能和语气助词 焉组合 少焉除了能表示时间短 还体现了古人写实作文的腔调 接着 摄君又介绍了其他能表示短时间的复合词 有虚语 所谓做虚语 配功其如策 还有位己 它的用法和虚语比较类似 接着还讲到了虚词组合 记儿 还有两个无字的组合 无合 居无合 强调的是时间流得比较快 接下来把参照物改变一下 变成相对长的时间 那么几天也就是比较短的了 不日就可以表示几天的时间 如果参照物变成本身就很短的时间 比如几分钟 再短的话就是瞬间了 比如说煞 还有刹那 都可以表示瞬间 怎么样 你都记下来了吗 下个视频 咱们接着来研究能表示时间的词 不见不散